中华队进攻,中华队是用图鸿钦担任先发投手 图鸿钦曾经在古巴的时候赢过古巴 第一棒就被挥出去,中间飞得又高又远 一开始就是一支拳雷打 哦,这个厉害 第一棒就打一支拳雷打 古巴队的第一棒,MESA,中间手 用力一挥,打一支拳雷打 一开始,图鸿钦就投了一个又中间又直的球 被别人一挥棒,就打了一支拳雷打 四坏 好,现在中华队是第一个上垒的人物 就是中华队的铁补,独手图中南 用点的,打跑战术,变成一支安打 漂亮的短打,现在分战一二类中华队 一类的跑者要小心 又摆出短打,又是一个短打 再弯腰 跑上二三类,连连两支密集短打 分战二三类 接下来又轮到第一棒吕文生的打击 已经下了打跑战术,好漂亮 西天润 漂亮 中华队连连三支短打,打得一分 打击出去,左外也平非安打 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赶快传回来,还好,只跑一个来 单人打击的是第五棒卡萨诺瓦 特别注意 又打一个中间安打 现在是第六棒 盖瑞尔 打击出去,又是一棒左外也在安打 满蕾一出去 满蕾一出去打一个冲天炮的球 高飞球,左外也手跑上来 接,接住以后很快传回来 这是一个高飞牺牲打 现在中华队在这一局的下半 已经换林魁伟,林魁伟 担任后援投手 他是第一肩侧头漂流球 打击出去,打得一类前 投手几位 好 各位观众,现在比赛又紧张了 中华队艰苦奋斗 获得了2比2的平手 现在比赛到了6局的下半 古巴队的进攻 中华队还是以后援投手 由林魁伟来担任后援 继续中华队进攻 混战一二雷队一人出局 轮到第一棒李文生的打击 加别投手 是 草瑞拉接受严重考验 中华队的小飞翰 李文生用短板 就是把签球 跟默ó队带着一分 《大二雷队》 石山临举 果然成功 四比二領兼古巴隊林坤穩後援投手 打了三連手 要快拼了 漂亮的動作 封殺了打者 秋華隊四比二領兼古巴 現在比賽是第一級的後半 古巴隊的進攻 接下來單打擊的是第七棒 古巴隊的褲尼爾 第六棒 Garriel被打壓對方的危險 看你打的樣子 最終活躍 對方就打到一頂端去了 打成全力打 還好雷尚沒有人 五六 打一次楊青燕全力打 現在四比三 中華隊四比三一分了 和科技的定義 現在第八級後半 古巴隊的進攻 中華隊四比三領 先一分 二球一席 好投 跳得好 揮棒落空 解決了危機 撤除了困難 超越了障害 中華隊完成了八球的比賽 四比三領 最後的守備 打一個高飛球 無手途中男來 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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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又到了 三水抓黑腳 全場觀眾站起來 暴雨落落的掌聲 各位觀眾 我也聽不知心地站起來了 雖然 我是站在看台的最高的地方 高速不勝寒 但是還是再站高一點 因為這個球接得太精彩了 五中男 拼命三郎 把他接上 好解決了一個了 中華隊四比三領先 最後的半局 古巴隊最後進攻的機會 中華隊最後堅強的守備 一出局 古巴隊一出局 接下來擔心打擊的 剛才卡托娜瓦被接殺 嘎瑞爾 剛剛打得好遠 左外野 還好 鄉台拳接殺出局 也別了兩個 左外野高飛被接殺 剛才我相信國內的觀眾 可能進去跳起來了 看這個慢動作 打得很遠 又是順風 我是十五個掉筒 一上八下 驚險驚險 好可愛的鄉台拳 別殺出局 我看我回去請中華隊 正經不斷吃牛肉麵 要吃牛排了 就跑不了 真是打得精彩 剛才打出全力打的這一位 要特別加益看管 要小心 小心 快看一看 在線風差 結束了這場精彩的比賽 中華隊一次比賽 一敗了強體十八對 我們看中華隊 這種精彩可愛的鏡頭 中華隊一再是可愛 謝謝觀眾 這個最後的在線風差 這個慢動作 中華隊非常興奮 大家提供在場中 太精彩了 各位觀眾 這場比賽完了之後 我們要繼續為大家 傳播秘密典禮 中華隊很興奮的在場中 大家看到他們高興的樣子 雖然是名列基爾亞軍 但是擊敗了冠軍 是唯一擊敗冠軍隊的隊伍 中華隊加油 中華隊現在可愛其樂 各位觀眾 現在 教育部部長李煥立刻打電報來 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劉代表出來 商領隊及全體制隊員 驚喜我隊以優越的球技 欲戰欲勇 榮獲第29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 亞軍 充分發揮了團隊精神 深感欣慰 特劍致客 教育部長李煥 同時有其他很多的長官 也都紛紛地劍克中華隊 稍待一會兒我們繼續要為大家轉播 畢幕典禮 兩好一換 背包落空 一局上半 三上三下 讓五六三兄弟 形成了一個三出局 稍待回來看地球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強勢的滾地球 傳過去安打 中華隊要得分了 二壘上的神無忌 這次又繞過了三壘回來 一壘上跑者 這次會上三壘楊帶剛 連續四場比賽 超過安打 為中華隊在二局下半首開紀錄 這個球 這個球 這回他改打第一個球 游擊手 哇 哇 可惜可惜 連續兩個失誤 這球當然打得蠻強勁的 郭源文第一時間沒有處理 很張進的一個搭配 這個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穿了過去 這時候跑者要平本來 左愛手這個球接到之後 直接回傳也有機會喔 剛剛好 只要被漏掉 好懂 好懂 高口輝 精彩的一個長傳 讓逃者 劉林斯基 古力爾在分類隱喊 精彩的一個長傳 直接進到了張進城的手套裡面 也使得這個半局 總華隊守住了 目前兩隊比數 一比一平手 好 再來看一下剛才這一個精彩的一個長傳 哇 這個一個彈跳都來不及 他直接行進間 喔 傳得非常的準 就一百分了 把拋者再搬了一個觸殺 這如果一個彈跳了喔 還有冒得蠻大的風險 對 不過這個拋線還蠻高 但真的很準 真的很準 邊跑邊傳這樣 對 拋過來 很準 而且到位 捕手都不需要去移動 接著就在本壘板前面等他 這個傳球 如果有一個標題的話 就叫做高國輝 我們永遠愛你 應該不是球來就打 球來就打 這危險 這個球 左外野方向 想打得紮實 絕對留不住了 隊長 至勝 三門跑 真的英雄 英雄 英雄 真的是英雄 太棒了 明治勝40的一擊 左外野方向 他連三場比賽 消除了拳雷打 中馬隊以口氣 冠上了三分 4比1裡線 今天賽的一箭之仇 這手好好的放出來 該給他的 真的回來了 選了幾個球 精采的選球之後 真的是太留不起了 古巴隊 之前的故意四壞戰術 都是成功的 沒錯 這時候全台灣的人 一個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 太精采的一擊 明治勝第三次全力打出現 連續第三場 連四場比賽完打 也把班頭扣道給打下去 再來看一下 這是 非常非常精采的一擊 哇 完全被他咬中 再來一個變化球 這一回林志勝打出去 就知道 有了 太精采了 太精采 太感動了 看了幾個球 這個球稍微偏高 被他掌握到了 非常漂亮的奮力一擊 真的是英雄 中華職棒的年度MVK 真的 不是拿假的 真的太厲害了 百看不厭 百看不厭 最經典的一擊 連三場比賽抽出全力打 不回首輪的隊長 不管在現場 在家裡 這個時候這一刻 這時候這一刻 這一刻大家都非常的爭奮 所以我真的要知道 楊太陽到底跟他講些什麼 太棒了 太棒了 現在4比1也迫使古巴隊 不得不做一個投手的更換 這個球勉強出棒 軟弱的滾地球 穩穩地拋給一人手 比賽結束 中華隊贏了 中華隊毀毀了 將近9年的時間 終於是擊敗了 紅色閃電古巴隊 也終止了 從06年以來的一個五連敗 這一場比賽 中華隊4比1 最後呢 擊敗了紅色閃電古巴隊 也把最近4場比賽 被古巴隊玩瘋的一個惡夢 在今天 彻彻底底的終結掉 恭喜中華隊贏得了一場 重要比賽的一個勝利 八道比賽 超級英雄 感谢观看